我们在这个叫法庸的一个绿洲 在它的这个边里面 我们就一共跑了250公里 主讲人陈奕凯 借着在撒哈拉沙漠所拍的照片 让现场的观众跟着他走进了滚滚的黄沙 与酷洋热烂 体会这极度考验身心耐力的马拉松赛 这项被视为地球上以双脚参与的最艰苦撒哈拉马拉松赛 参赛者必须沿途背负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及食物 在沙漠留宿六个晚上来完成比赛 过程的艰辛 让在2011年完成比赛的陈奕凯 对生活有了一番全新的体悟 这个七天其实也是我大概人生最单纯的七天 因为你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以下 你最注重的是什么 就是最基本的东西 你一世主义 可以满足到这四样东西 这个人生什么其他的这个药的事情 积极正面的分享让现场的观众备受鼓舞 尤其还在求学追梦的年轻人 从二月都开始准备 然后他可以想到这样那么久到自己要做什么东西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这样 而且你碰到越大的挑战 你就要做越周到的准备 不然你就会越容易 因为自己准备不充足而不失败 这是我觉得从他学到的 陈奕凯的母亲王慧慈 一开始对从小备受呵护的儿子坚持参赛 非常的不谅解 我的天哪 你干嘛要这么自虐自己呢 如今看到孩子可以站在台上 跟众人分享他的成长经历 更坚信当时放下为人母亲一贯的威严 祝福孩子圆梦是对的决定 当你孩子有一些坚持 或者想做一些 他想做的事 请你给他祝福 而不要在本帐前面挡住他 其实不管他做成做不成 其实失败成功有的时候界限 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只要他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那个都是好事 都是好的因言 慧慈师姐的分享 有如酷洋热烂里出现的一点甘露 滋润在场的每一个人 也为这场亲子分享会画下完美的句点 待新闻都会系李佳英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导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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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